7月1号是香港各界人士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区成立22周年的喜庆日子 有一些示威者以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 对于这种公然挑衅和践踏香港法治,危害香港广大民众利益和福祉的暴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香港各界纷纷予以强烈谴责 7月2号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她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及痛心,并予以严厉谴责 同时林郑月娥强调,警方在处理暴力行为时一直表现克制 但对于任何违法行为将追究到底 在香港这个这么崇尚法治、和平、理性、包容的社会 我们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事 就是有部分的示威者是选择了用极其暴力的方法 来对冲击立法会大楼 所以这件事无论对于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政治的立场 有相同或者不同看法的人 我都留意到大家都会出来发声 就是要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因为在香港这个社会 法治是我们最重要的根基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暴力冲击立法会已经触犯一系列严重罪行 他提醒广大市民在参加任何公众活动时 小心这些别有用心、有暴力倾向 严重破坏社会安宁的人士 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 已引起社会强烈不满 香港各界也同声谴责 这些示威者其实是极端暴力的行为 这样破坏立法会 而且昨天的暴力是再一步提升 用到腐蜀性的液体 用到大毒的粉尘与气体 去袭击警方维护立法会的团队 这些行为我们绝对不会容许 我们要严厉谴责 我也相信社会主流的市民 包括和平示威游行的市民 都不会接受这些暴力行径 对于示威暴徒公然破坏法治 并企图踐踏立法会 以致香港特区和国家的专业 我们建制派议员一致作出 最严厉的谴责 我们强烈要求警方全力执法 追查到底 将所有违法的示威者 道徒 签骂 归岸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 香港工会联合会等团体 也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 谴责违法暴力行为 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影响了香港社会经济民生的发展 二号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 分别发表讲话 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对有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可以发言人员的出现 于十一日常协议 小伽政府驻港联络 第一个电视频 第一个电视频 一位